画面上是仁爱区的小山丘 远眺的风景相当辽阔 这就是之前基隆名人徐子桑的故居 在地方的建议下列为历史建筑 但是近来却又出现税单的争议 因此市议员郑文婷 特别邀请地震处跟文化局等单位 到现场进行实地了解 那来陈勤的民众 他们是这个徐子桑的后代 他们在这个房子所坐落的这个土地 他们有所有权 可是因为当初列为历史建筑的时候 并没有把这些土地列入这个建筑物 他所坐落的土地范围 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是每年都会收到地价税单 那按照这个文字法以及相关法令的一个规定 如果列为历史建筑的话 是可以得到租税上的一个减免 所以他们来向我承请 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文化局 还有税务局 以及我们的地震事务所 一起来协助厘清这个徐子桑 他所坐落土地的一个地号 以及相关的一些规范 那我们希望这个 透过这个案例也可以让许多民众了解到 就是如果你们家的房子建筑物 或者是一些地上物是被列为历史建筑 甚至被认定为市定古迹的话 其实在租税上都有优惠 甚至免除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大家要记得要去行使 你法律上应该可以行使的权利 市议员正文庭希望市府各单位 能够针对这个状况注意处理的程序 避免类似争议情况再次发生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